经历过几个月 井水不犯河水的奇葩室有半斤八两 在端午节的前天晚上就已经破冰了 那天印象特别深刻 晚上看直播的时候看到他们在爪架 我当时也发过视频的 从那天破冰之后 两小只之间的互动就多了 现在潘达直播的官位上面 也有好多他们俩互动的视频 看看乔小巴的演技如何呀 自从上次的时候 奶爸把药放在苹果里面喂他之后 小巴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之后就吸取经验 后面什么胡萝卜呀苹果花都不吃了 奶爸递给他他就含着不咬 等奶爸一转身他就松口了 小熊又其实已经很善解人意了 没有当场人调 等到奶爸转身之后再扔 已经很给奶爸面子了嘛 瞧小巴的警惕性是真的高呀 被骗着吃药了一次 后面的食物就一直这样谨小声微的 生怕奶爸又在里面放药了 现在这些苹果胡萝卜 它会闻会甜 确定里面没有放药之后才慢慢吃的 小宝源也是一个演技派 窝窝头不爱吃 给他的时候就藏起来 而且表现得无精打采的 奶爸看穿之后 就把窝头给捣出来 让他先吃了 宝源继续无精打采 再次把窝头给尝起来了 后面奶爸给他递来胡萝卜 精神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就是想要奶爸给他胡萝卜 不想吃窝头嘛 稀罕挺多的 宗欣的窝头已经是比北东的好吃了 看宗欣和基地的其他熊猫 还是挺爱吃窝头的 宝方估计是口味就不爱吃窝头 半斤在这个组子里面 跳了半天没有跳到合适的 因为他就觉得 小八手里面的是最好吃的 所以最后这么多竹子 一根没跳上 就把小八手里面的给抢走了 小八也是一向情绪稳定 非常的稳重 抢走就抢走呗 一点都不生气